昨天美联就發了一個報告 即是那間agent 他就說到未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的客戶 大約24%就願意繳付買家印花稅去買樓 而即將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新香港人 入市異獄就達到七成八 他們的結論就是 反映買樓異獄其實是很強烈的 另外就看到譬如1113就是詳實 李嘉誠、李澤巨就繼續增持 其實地產板塊你又怎麼看呢? 我覺得地產股比較淡 始終地產股和樓價一向都不掛勾 樓價繼續升 但地產股一向都是相對於便宜 而且你會看到近來都知道 因為市場遊戲規則變了 所以亦因為這樣 地產股之前就殺了一股下來 你說出名就值得買 經常都說地產股資料很大 但問題是說如果現在的遊戲規則變了 我們撇開資政報告不說了 有傳也說是否要捐地 或者農地怎樣去處理 我想這件事都會很影響到 地產股自身的NAV等等 或者接下來的發展方向 農地是否只是第一步呢? 那有沒有其他的事情都要幫忙做一下呢? 我想這件事一來是否會影響到股值 二來是那個不明朗因素那件事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地產股 相對來說投資價值是低的 你說現在唯一可以博的 你問我地產股就是 博今天施政報告那件事 究竟出來的政策 或者那個語調 是否沒有之前說到那麼糟糕呢? 是否會鬆一點呢? 因為這樣說真的 地產股殺了下來 某程度上 大部分施政報告的事情 如果你說不是太辣的時候 會不會來一個小反彈呢? 我想今天是可以看一看 如果你有博地產股反彈 就看這件事了 是的 因為在內地的情況 未必是完全一樣的 不過當時打壓科網股的時候 其實看到有兩個情況 第一就是會有一些比較大額的罰款 如果說你違規的時候 第二就是它除了要你罰款之外 也會叫你暗示也好 怎樣也好 叫你捐款或者叫你自己做些事 你自發做些事的時候 其實跟香港以往的遊戲規則 就不太一樣了 以前就明買明買 或者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可以在法庭上決定了一個決定 但是現在可能情況 不知道會不會有些微調 所以唐牛說的那個不明朗因素 大家都可能會留意著 是的 如果有興趣賣地產股的話 是的 在法庭上決定 一件事 的意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